最近我老父亲馋了 让我随便做点 想尝尝我的手艺 OK 今天咱们就给它简单对付一口 把葱咱们先给它洗一下 咱们把葱给它切成长长的小段 然后把姜咱们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来点大蒜 然后准备三个八角 草果 柜皮 香叶 几个干辣椒 我有过来 咱们来一勺黄豆酱 来点生抽 然后来点老抽 然后来一勺辣妹子辣椒酱 再来几个腐乳 齐活完美 咱们把这个酱料搅和均匀 再给酱料里边来点13香 最后给里边来点蚝油 熄火 咱们把买回来的棒果给它放到锅中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简单焯一下棒果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料去 水开后咱们把红布给它撇一下 焯差不多咱们把棒果给它捞出 咱们把棒果给它清洗一下 先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锅里边放上7745粒冰糖 咱们简单炒个糖色 咱们把它炒至走红色冒泡 然后把今天准备好的葱姜给它下里边 给它简单煸炒 炒出香气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香料 八角桂皮香叶 烧果山的干辣椒 简单的给它煸炒 激发出香味以后 然后咱们把提前准备好的酱料给它下里边 生抽老抽蚝油 外加黄豆酱和辣妹子 烤香以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再给里边来一块我最爱的五花肉 然后咱们把炒好的料给它倒里边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水的量没过食材 然后稍微来点盐 盖盖咱们给它炖上一个小时 然后炮上半个小时 咱们准备点云南的野山菌 拿温水给它泡发30分钟 准备一个瓦斯炉 咱们把提前泡好的排骨给它放到锅中 先给排骨焯一下水 来点料酒 水开后咱们把排骨捞出给它洗净 咱们把焯好的排骨给它放到锅中 然后把泡发好的蘑菇给它放到锅中 然后咱们把泡蘑菇的用的汤 给它倒到里边 咱们给它小火锅的一个小时 接下来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三五成热 咱们把这个肉末放到里边滑散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葱姜蒜末 简单的煸炒出香味 然后来勺皮鲜豆瓣酱 简单炒出红油 烹点生抽 这小味上来了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把豆腐块给它放到锅中 然后给锅里边来勺辣椒面 来勺花椒面 来点蚝油 丢丢丢老抽 稍微搁点盐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水淀粉 然后咱们给上边淋点汁 哈喽喽喽喽喽 我现在不容认了终于搞定了 哇哇 不是呀 啊 咱们的麻辣豆腐啊 这个不叫麻婆豆腐啊 麻辣豆腐啊 滴到了我的裤子上 咱们先啃个啃个大骨头吧 哇呀 这骨头已经跑得相当软辣了 我先开洞来 嗯 这块鲸相当给力啊 大家看一下相当诱人啊 哇 吃吧 此时的肉质啊 极其软辣 嗯 尤其这个筋滑溜溜的 太符合我的气质 咱们再来一块啊 哇 满满的幸福啊 嗯 有时候幸福的滋味啊 需要自己体会 嗯 哇太爽了 嗯 来上边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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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点麻婆豆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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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五花已经炖得非常之丝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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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辣烟菜啊 吃吃有辣烟菜就完美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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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来点这个军菇汤 嗯 煮了 嗯 唉 哎呦 这个味道 确实是 有点有点厉害啊 确实鲜 这个汤炖的非常浓郁 这个汤炖的汤炖